我们掌声有请,吴亦凡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特别紧张 首先特别感谢新浪给我这个杰出青年这个奖 其实作为杰出青年,我是不敢当的 让我来演讲刚开始,其实我是拒绝的 对,因为我特别紧张 而且尤其是在这么多前辈的面前 但是新浪老师跟我说 今天可以讲些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就赞了大家一些时间 分享一下我经历过的 还有在经历的一些事情 故事的开始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小的时候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 其实我挺幸运的 因为我个子高 然后技术也还不错 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梦想 其实离我特别的近 然后甚至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梦想 是一个只要靠我努力 就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 所以有段时间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努力 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知道温哥华每一天 凌晨四点钟的样子 但是命运总是不会按照 经历的轨迹去发展 那么在我快到一米九零的时候 我去测谷林 我跟我妈妈说 我说如果我超过一米九零的话 就打职业篮球 如果超不过的话 就乖乖回家读书 所以我最后去测谷林 结果是一米八八 然后我现在是一米八七 就还缩了一公分 再加上后面因为打球 然后脚踝有骨裂受伤 所以挺容易再次负伤 就放弃篮球这个职业 然后放弃了这个梦想 再往后 虽然梦想是破碎了 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 在我十八岁那一年 就是特别特别偶然的机会 进入了演艺圈 开启了另外一个梦想 一开始在韩国当练习生 然后其实我的母亲 她也是拒绝的 对 她很担心 然后我是觉得 男孩子十八岁了 应该要独立 然后应该要 我希望能够十八岁 从小就希望能够独立 然后希望能够 分担一下妈妈的压力 然后就毅然决定去了韩国 韩国的演艺圈 它的体质非常的完善 但是也挺严厉的 在那边近七年的时间 学很多东西 也吃了一些苦 还有就是经常会想家 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不过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 最让人觉得会很难承受的 可能是因为 很多时候你对未来是未知的 是迷茫的 是会害怕的 就你可能有时候 完全不能知道你什么时候 才能实现你的梦想 或者可能根本就实现不了 因为前面是路是怎么样的 没有人告诉你 你也不知道 所以曾经也想过要放弃 但是最后也坚持下来了 其中给我自己最大动力跟鼓励的 还是我的母亲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 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 他说儿子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你累了 你就回家 不用担心 你也不用害怕 妈妈永远会等着你 回家 所以这句话 其实给了我 特别大的精神力量 它其实不是给我自己一个退路 而是给我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 让我能够继续地不放弃 然后不辜负家人给我的期望 做了决定就不要后悔 所以再后来我就 告别了那个偶像的吴亦凡 然后又站在了这里 我需要面临的 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转变 我想要做一名演员 徐静雷导演 管虎导演 冯小刚导演 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跟提拔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运 所以我也需要更加的努力去 不去辜负他们给我的信任 能够让他们不要对我失望 我记得刚开始我在拍 管虎导演 还有老炮的时候 跟冯导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特别地紧张 但是我当然不是拒绝的 我只是紧张 特别 但是就后面拍戏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他们都是特别愿意去帮助 还有提拔晚辈的人 然后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 也不是严厉式的 而是会毫不吝啬地 给予我鼓励啊 表扬啊 说挺好的不错 然后继续努力 所以整个过程 我其实特别地开心 然后也是一直在 就是偷师在学习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 那我希望以后 也能跟更多的前辈们合作 然后我希望 未来能够诠释更多 不一样的角色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然后做一名好的演员 然后也去享受 当一名演员的乐趣 所以从篮球运动员 到偶像歌手 然后再到电影演员 我觉得这些 这每一个 这每一个 其实身份 都是一种梦想的形式吧 我现在比较相信的是梦想的意义 我觉得梦想 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是一种承诺 是对自己的承诺 也是对母亲的承诺 也是对 所有支持我的人的一份承诺 所以我会更加地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其实梦想是能让人 一点点一步步进步 然后给予人力量的 一种 就是一种东西 是梦想吧 然后我相信只要我们 只要坚持 只要坚信的话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 自己心中的杰出青年 所以今天我的这些 个人的一些经历 一些分享 希望能够送给 所有梦想的人 然后努力奋斗 因为努力过就不会后悔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